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底妆的视频 这种底妆呢我一般是在自己拍照前的时候所画 那步骤呢比较多一点 但是出来的效果特别好 尤其是你拍照之后看起来的肤质呢是非常的零瑕疵 然后非常的自然妆感不会太浓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呢你需要打底 到底是哪一种打底呢 你想要看你自己的肤质 然后当时的这个气候跟环境 那有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求 就有不同的这个打底的产品 比如说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干 需要滋润的话你可以用这一种 那就是非常的保湿 之后的这个底妆上上去呢看起来非常的水润亮泽 然后就是皮肤嫩嫩的 那如果你的皮肤暗沉啊泛黄啊 然后颜色不均匀啊 你可以用这种有颜色 修正颜色的来打底 这样子之后上的底妆呢 皮肤看起来会比较清透 比较亮一点 那如果你是夏天要出去玩 然后怕晒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SK2的这个有CC cream 它的是SPF 起码应该有50来打底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高的防晒系数 那最后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容易泛油的话 可以用这种控油性质比较好的这个打底 好那我自己今天的话就是我的皮肤都比较干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用这种有保湿滋润的这种打底 双来打底 好滋润的打底呢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粉底液 那粉底液呢如果是拍照的时候呢我喜欢用这一款 它是Bare Minerals的Bare Skin 那这个粉底液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一层一层的这个添加 那就是让你的妆感呢不会看起来非常的重 但是呢遮瑕力又够 所以说我可以根据我自己平常布置的状况 如果比较擦的时候我可以多涂几层 然后状态好的时候我可以少涂几层 所以说我可以控制这个量然后控制这个遮瑕度 但是呢又不会看起来这个妆感特别的厚重 那我们现在就上粉底液吧 然后另外呢我会搭配这个沾湿的这个美妆袋 就是这个Beauty Blender 好那粉底液的步骤呢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会稍微的在我的这个 这个黑眼圈这边稍微做一下提亮 然后让这个黑眼圈比较不会那么的明显 我用的也是Bare Minerals的这个品牌 它是Stroke of Light 然后它的颜色是02应该是对 我会涂在这个需要稍微提亮一点地方 比如说这里 然后呢就用之后呢再用刚刚这个用的这个Beauty Blender 这个美妆袋再把这个轻轻的这个给点开 那我现在已经把眼妆已经画好了 那因为我有画了下眼影嘛 为了让之后这个下面的眼妆看起来比较干净 比较的清透 我会再用遮瑕膏稍微的做一下修饰 贴着你刚刚画好下眼影的这个边边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涂上下眼影之后呢 我的整个这个眼妆看起来非常脏 那如果你之后再用遮瑕膏稍微的做一下这个稍微的这个修饰 跟清理的话那你的下眼影也不会看起来不漂亮 或者是不干净不sharp这样子 好我们之后再用一开始这个画底妆的时候的美妆袋 把这个下面的这个遮瑕膏轻轻的点开 如果是非常细致的地方连这个美妆袋 这个尖尖的这一头都rich不到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遮瑕膏的这个刷子 因为我刚才已经用过遮瑕膏了 那顺便是也是为了订妆呢 我就用这个自生堂的这个PK107所谓的 这个内沟神器把这个下面这边稍微的轻轻的扫上去 一边一方面呢是帮你做高光 然后呢让你下面的这个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类似就是遮盖掉内沟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帮你这个做一下这个之前遮瑕膏的定妆 它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有涂这边是没有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画鼻影 我呢用的是非常便宜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牌子 然后呢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上色呢效果呢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慢慢来多画几次这样子比较自然 鼻影呢也要看人有些人的鼻子呢适合直直的一路画到底 有些人的鼻子呢可能只适合画上面山根这个部分 有些人的鼻子呢比较只适合画鼻头这里 所以到底如何画呢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鼻型啦 好那这边是有画鼻影这边是没有画鼻影 那我就把这边画好 我一般画完鼻影呢都会用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软一点的刷子 稍微的这样子刷一下让这个鼻影的颜色不会太生硬太突兀 好那之后呢就是鼻部的高光 我用的是这个CPB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颜色十一 因为这个高光呢非常的帅 所以我个人呢只是喜欢把它作为这个鼻梁的这个高光用 在其他地方用的话我觉得说可能日常来说可能有点太闪 然后呢就是修容打画阴影 我用的是日本的这个非常便宜的牌子 然后用这个刷子配合 然后最基本的步骤呢就是稍微的一下吸塞帮子这样子 然后看到凹进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要画阴影的地方 好这边是有画阴影这边是没有 那接下来呢你这个这里也要不要忘记涂一点 好那我们现在把另外一边也浮上 好接下来呢说画腮红 我用的是innisfree这个颜色四号色 那今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底妆呢跟之后的修容就完成了 然后眼睛跟眉毛之前也画好 最后呢就是画口红 嗯 忘记说了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容易爱出油呢 你还可以用散粉做一下定妆 那因为我现在澳洲是冬天而且我是干性皮肤 所以我希望我的皮肤可以稍微出一点油 我也就不需要用散粉做底妆 嗯 好那我之后呢会把我的头发再散动一下 那今天这个专门分享这个底妆的步骤 营造出一种就是照相出来非常清透 然后非常看起来非常薄 但其实呢已经做到非常好遮瑕的这个底妆呢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 这种的步骤呢我平常都是只有在特别拍照的之前做 如果是平常出门随便出门吃个饭啊买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不会这么多步骤 基本上就是拿个BB cream 稍微的把自己的脸涂一下就搞定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